他不拍板别人都不敢选 不过他对郭台铭真的是很好 搞了半天罚了他8.8万台币 我第一次看到以为是8.8万人民币 后来发觉是2万人民币 这个8.8万台币 郭台铭台湾首富 这个8.8我昨天听李正浩讲 李正浩说他帮郭董出 就是你看棍子高高举起了 现在轻轻放下 为什么要轻轻放下 郭东不选了 对如果郭台铭有去报名选总统 我相信这个 后面加十个零 加十个零也许对富士康这有点影响力 就是我们过去 其实包括在318太阳化的时候讲 还有之前都在讲四个字 以上逼正这四个字 当时很多人不信啊 那个时候中国的子光要来入主 要来入股台湾的半导体 要入股台积电 很多人出来讲说一定要小心 不可以这样子 不然中国会以伤逼正 会破坏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 很多人也不相信啊 可是到现在2023年的中选大选 大家看到了这些 背后所有千丝万缕的力量 如何呢在透过表面上不是政治的方式 在影响了台湾的选举嘛 你说哪有哪一个人花了这么多钱去 连署了90万连署书 甚至还牵扯到官司 竟然可以到第四天都还没去报名 照你来讲 赖佩霞有去领表 这种决心应该是说 等到第一天报名的时候 他就要去了嘛 是 对不对 参选立委不是都是这样子吗 对 对 你是第一天去登记 就是在这整个状况里面 就是说中国富士康查税这件事情 难道你真的觉得他是单纯吗 你会相信他是单纯的人 智商有多少 那同样 同样嘛 柯文哲 他的反反复复 未必是来自于他的个性 而是他既想当老大 但是他又有不能当老大的理由 所以才会在中间摇来摆去嘛 甚至你听到侯友怡 我看他记者会讲 他不一定要当正的 那既然你可以当富的 你就去当富的不是吗 你是当你现在还在吵手 纠结什么 对 这一出戏 当然你用你连续剧的角度来看 你可能觉得奥戏担背 很奇怪的一出戏 但是如果我们很严肃的 以政治分析的观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 如果现在你还在幻想说 台湾的民主选举 没有中国的首介入 那我真的佩服你的天真跟单纯 活到这把岁数还这么天真单纯 不简单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